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要开始做之前应该准备什么 因为你总是要把你的声音影像录进去嘛 那所以呢 比较建议各位可以的话 你找这个麦克风最好是用我们刚给各位看的这种免安装的 就是webcam的方式 我拿这一台给你看 这样看到了吗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个麦克风 它是不是要经过我们电脑的音效卡做录音的动作 以前我是这样子上 以前我就是不用带notebook我人到随身点插下去就上了 可是我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不同的电脑音效卡的好坏差很多 可能这台电脑录起来还ok 可是别的电脑录起来不是声音太假声 就是没录到声音 就是你可能会忘记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可以的话 你就是用像这样 它内建麦克风就在这边 通常影像不是我主要用的 可是像这种 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是尽量买那种极差极用的 免driver的 你在用就比较方便 比较不会说我 好糟糕这台我还在装个driver 那不就 可以头大了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去 使用一下 那当然如果您要有比较好的角度就是加上这个三脚架 三脚架的部分 你在摆放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好比较方便一点 现在 诶 请问我买了这个大概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不是这一台 我刚给各位看的那一台 六七百块而已 应该还可以接受 太便宜的就不要了 因为那个真的有的比较差 有的比较差一点 那一千出头或者是大概五六百块以上的 应该就还可以接受 你可以看一看 那至于说要不要有脚架还是说这个 怎么样摆放 因为可能要看你自己的环境 我是比较常会跑来跑去的 所以我是觉得用勾的 大致上还可以 那也许你的可能会觉得说 有的有一个小的脚架在这边 比较方便也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那个造型的部分 我是比较重品质的 造型骑士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你这个准备好之后 电脑系统你要注意一下 一般我们Vista以后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 固形阻名 就是比较眩一点的 那它相对会比较占用我们CPU GPU的时间 就是显示卡的时间 那所以 有些时候 如果说万里电脑效能真的比较差的 电脑在录影的时候 事实上软体就提起你 要不要帮你切换成Basic Basic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比较像我们那个 SP的画面那样子 就是 视窗效果比较少 效果比较少 但是录起来会相对比较平顺 以一般来说 各位像我的Notebook也是i5的而已啊 录起来都还好 所以应该 不用切换也OK 那么如果您的是 真的是用麦克风的 就是不是用这种webcam的 还要注意一下就是麦克风的增量的这个部分 那画面大概在这边 麦克风增量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如果你是用麦克风 忘记调 结果会发现 为什么明明都是用麦克风 像那一台录起来特别小声 因为没有特别调这个 可是我用webcam的就懶得理他 走到哪里声音都一样 所以我用这样的有个好处就是提高我的那个录影的成功机率 我现在录影成功机率大概可能有95%或99%以上 但是偶尔还是会失败 尤其是讲这种课的时候 有些时候 因为我可能两支麦克风 就是两支webcam 有时候插也插出 像昨天在预达就有点失败 有三段没有录到声音 为什么 因为我是用那边的SP的电脑 可是因为这边的插孔就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一个还要插 插那个什么键盘 所以我老师那边拔来拔去的 那这样就比较容易失败 所以正常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成功率100%最好 可是难免还是会有漏势 好 OK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要先准备一下 那么因为我只有准备一支 所以刚刚给老师用了 如果说你待会在用的时候 这个Debub Video Capital 刚开始用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你现在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叫做截取装置 但是你就Continue就好了 反正他抓不到摄影机 对不对 你就录萤幕上的画面 这样OK吗 可以